初次约会的两人 使用手机拉近彼此距离 是制造暧昧常见套路 直到这时候 一句陌生妹子问候 就可以毁掉整个半局 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 奥利弗从上个月开始 委托派遣事务所做特训 今天的派遣大叔 在交友软体盛行的年代 最高纪录一天可以划 74万5200个妹子 平均一秒划8.625个妹子 被成为树上手速最快的男人 当浮动视窗冲进来的时候 几天瞬间可用740匹马力 以时速350公里的速度 将突然出现的妹子视窗刷掉 肉眼几乎无法辨识 然而 何力雪 其实是另一个案件的委托人 身边通常有10个以上的约会对象 借此不但能节省生活费 也能达到定期运动的效果 虽然她本身玩很大 却想找一个安笨的男性 因此 她希望能借由一同使用手机时 观测对方是不是个玩卡 针对何力雪的委托 事务所派出长谷川游子担当教练 长谷川平常是个贵警 拥有死神般的人脸辨识系统 一般女友从身旁观看男友手机画面 能见去仅限于170度角 然而长谷川的侦测区域 却能达到270度角 换句话说 背对你都能看到聊天视窗 接下来她会用水滚神功精神压力 逼迫男友删除手机交友软体 甚至让男友中断所有的异性朋友联系 成为一个彻底的陪宅 众力物事务所 鬼畜教练团 真人案例开放 欢迎企业赞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